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民众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 那么有一些事情其实可以稍微的讲一下 然后做一些对比 因为在两个月之前不是共和党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 所以头一天的情况可以稍微的对比一下 芝加哥这个城市 说实话原来是应该让拜登竞选连任的一个出发点 一个进军的就是最后夺取2024年大选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结果没有想到等于是他的恨不得是走卖城了 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在党内大佬的劝说之下 或者说是金主的压力之下 他被迫就宣布退选了 其实心里头有很多的不甘 有很多的委屈 所以昨天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可能也知道这位老人心中的不甘 所以营造了这样的一个气氛 就是我们感谢你 我们向你致敬 我们爱你 这个气氛从一开始就一直维持到最后 所以让拜登落下了眼泪 然后也发表了一个挺长的将近一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 算是他等于是告别的这样的一个演说 隶属自己在任内的成绩 然后当然也夸奖和赞赏这个他的副总统人选 他说这个是他5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就挑选贺锦丽作为他的副总统 现在就变成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同时呢他就等于代表老一代啊 把这个火炬传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中 谈这讲呢 昨天我们不管是看这个大会的实况 还是后来看到美国各媒体的报道啊 还是挺有感触的 感触就在于 你可以看出来面对两个党代会 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的主流媒体除了像福斯电视台啊 什么这个这样的比较明显的 比较保守的平台之外呢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里面是有特别明显的 强烈的立场 你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那种文字都是赞扬 那种就是当然民主党占一些优势 就是他是在任 而共和党是在野 对不对 这个是占一些优势 毕竟你是一个现任的总统嘛 那你做的一些事情 媒体是应该报道 那在野的那个 那你就慢慢选吧 对不对 如果以后将来你再任的话 你也会占据比较主要的头条 但是你看看 媒体在报道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 尤其是到了最后一天 川普讲话的时候 讲了多少条谎言 多么的一个不诚实 就是基本上还列出来 这句话是不对的 那句话是撒谎 这句话是煽动什么 它是这么一个姿态 很有意思 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现在的政治 以及这种政治的状况 对民心和民间分裂的一个影响 而且呢 昨天第一天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共和党 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共和党他在第一天啊 把副总统万斯给介绍出来了 这个呢 在共和党 在民主党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早早的就知道了 贺锦丽的副手是谁 所以这个也是两个在第一天 不太一样的地方 当然拜登刚才说过了 他本来是站在这儿 应该是接受党内提名的吧 当然他如果真的是 接受党内提名的话 他绝对不会第一天讲话了 接受党内提名的那个人 就是最后一天 所以放到第一天 也可想而知 大家也都知道 他呢在靠近结尾的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呢自己在这儿开了两个玩笑 首先他就是说 哎呀当年我进入到参议院的时候 人说您太年轻了 还不到三十岁 二十九岁当了参议员了 从他当了参议员那一天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首都华盛顿那几个大楼 他就这么一直坐下来了 最后说呢 现在我从一个太年轻的参议员 变成一个太老的总统 然后他说但是呢 有一句话等于是伴随着我 这个有一个首歌 这首歌就是美国国歌 其中有一句话特别的激励我 但是我五音不全 我不会唱给你们 我绝对不会唱给你们 下面又笑 然后他接着就引用这个国歌的歌词 就等于是说 他把他的最好的吧 这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 那他也强调就是 我跟川普一个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人只考虑他自己 我呢是为了国家 我甚至连这个总统的位置 我都可以放弃等等 这是一点 但是等他下来了以后 到了外边 人家记者又问到他说 Nancy Pelosi是前议长啊 一直在公开的场合和私下里 就是敦促你离开 听说呢你很生他的气 然后其实Pelosi后来说 他都睡不着觉嘛 因为这个事 后来拜登就昨天跟记者说 我到现在都没跟他讲话呢 就是也是说 也是你也可以理解为开玩笑 但是也是不爽嘛 对不对 肯定是 肯定是这个政治盟友 这么长时间 相互之间 对 应该说是这么了解 其实Pelosi的年龄 跟他也差不多大 可能比他还大呢 所以这两个人 他肯定是觉得不爽的 他就觉得Pelosi背叛了他了 这个肯定是不爽 那么好了 昨天在拜登总统讲话之前 民主党还挺有心的 安排了另外的一位 Kino Speaker 这个就是前国务卿喜来利 也是前第一夫人喜来利 为什么安排他 肯定是有原因的了 原因是她是贺锦丽之前 离白宫最近的 那个女性的候选人 主要政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所谓一步之遥 对就差这么一步 差一点 当然他最后是输给了 这个川普2016年 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你不能否认 就是当时确实有很多的美国人 并没有做好准备 要接受一个女性 作为美国总统 美国这个是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的 最有权势的这样的一个人 还没有准备好 那么现在是八年过去了 八年之后美国做好准备了吗 现在的这个民众的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是一位女性 而且她是一个叫做跨族裔的一个女性 既有黑人的血统 又有南亚的这个血统的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的总统 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美国的民众做好准备来接纳她 或者投票支持她呢 对拜登讲话之前呢 还有一个人重要的人物讲话 他就是美国汽车工会 UAW的主席Sean Fain 而有意思的是呢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天 也来了一个美国Teamsters 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工会了 他们是卡车工会 这个主席呢 也上去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去讲话 这个人叫Sean O'Brien 一个叫Sean Fain 一个叫Sean O'Brien 这个卡车工会 他跑到共和党的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一个工会领导人在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话 工会你也知道吗 都是民主党的 所以那一次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 但是他的讲话呢 他比较靠中间 也就是说 不是比如说大力的赞扬啊 什么的 他反而是去攻击 像亚马逊啊 苹果啊 就是这种垄断的机构 给员工的福利不够什么之类的 你看出来这里面有很大的序片 就是当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Sean O'Brien讲话的时候呢 下面没有什么鼓掌 因为他说了一些挺刺激的 对一些大公司 而共和党是希望给大公司减税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 这个Sean Fain讲话的时候 那是不断的有掌声打断 而且他一直在呼喊 就是没有工会 就没有中产阶级 是工会造就了中产阶级等等的 稍等会咱们再看看 堕胎问题 欢迎您去收听有中心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昨天在芝加哥召开 然后我们稍微对比一下 前不久举行的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两者之间呢 有哪些共通的地方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是再讲一下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刚开始的那个第一天呢 刚好是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 被遭暗杀的两天之后 也就是说在这个礼拜一不是召开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吗 在前礼拜六的时候两天之前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次造势大会上 结果有枪手对这个川普开枪 差点就击中他 结果耳朵受了伤 所以那天这个川普耳朵上戴着纱布进入到会场的时候 你可以当初我们曾经说过 你可以看到会场很多的人耳朵上都贴了个纱布 就是表示说他们这个和川普是站在一起的 支持他的勇气啊 支持什么 那个时候川普几乎是等于美国英雄一样 凯旋归来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呢 进入到这个就是代表大会的会场 所以那个大会的主题宣扬的就是团结 当时也确实在整个的共和党的会场当中呢 基本上完全都是围绕着川普这个总统的提名人 当然第一天介绍了副总统J.D.Vance 不过在这个之前头一天其实消息就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他是第二天在大会上正式宣布的 实际上头一天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不过当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 在共和党的第一天的代表大会上 就是当川普出来之后 后来的一些共和党大佬啊 纷纷的进入到会场 人们就看到这个参议院里面的少数党领袖 领袖啊Mitch McConnell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共和党很多议题的重要推手 在国会里边过关的很多的共和党的议题法案 尤其是保守派的法官任命人选啊 联邦法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人选 都必须要经过共和党的这个参议院啊 来就是推动才可以来批准才可以 结果他进场的时候居然非但没有贺彩 没有掌声反而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虚声 各种各样的贺盗彩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视为是叫做共和党里边的精英派 而共和党的精英派 由于对川普的支持力度不够 所以大会的这些川粉啊 就对他们特别的不满意 但是还是他们的一些党内的活跃的分子 还是做了讲话 我是说共和党全国大法官 你比如说乔治亚洲的Marjorie Taylor Greene 这是一个党内相当激进的这样一个人 他在讲话的时候 就直击共和党的文化战的一个敏感的案件 那这个案件就是所谓同性恋人和跨性别的这个问题 就捅到了这个问题 后来的Tim Scott 这是南卡都的联邦参议员 他也选总统啊 黑人 作为一个黑人 站在这个共和党全国大法官的舞台上面 他也希望他的出现和他的讲话 能够给自己的党加分 也有什么Ember Rose 超级模特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他们每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 你都可以看到那是精心的安排 谁先讲 讲多长时间 怎么回事 但是昨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 在这个时间安排上啊 安排的不太好 就是前面的人的讲话 时间太长了 有的是顺序的问题 还是怎么开始晚了 还是什么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主要是前面的人讲话时间太长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每一个人讲话的鼓掌的时间太长 都是欢声雷动 这样导致当拜登上台的时候 已经是美国的东部时间 就什么纽约华盛顿啊 就这个11点半了 超过黄金时段了 对 他讲话就不是黄金时间了 很多人要不就睡觉了 我是说看电视的人 有的人甚至会场的人 有的人就提前走了 就是拜登话没讲完就提前走了 11点半拜登才上去讲话 但是拜登准备的将近一个小时 好像说是56分钟吧 还是多少 一个小时的讲话 他完全一个字没有善 他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 他照例的 哇 那昨天那就要慷慨激昂了 昨天那个讲话 几乎是喊叫一般的讲话 因为下面的人不断的说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爱你 感谢你什么 感谢你为我们国家服务这么多年 我们感谢你退出去 这句话是不说的 但是双方心里都非常清楚 昨天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整个的全国大法会就是共和党尽量回避堕胎这个事情 也不是不说但是尽量回避 上次他分析川普在最后接受党内提名的那个讲话过程当中是一个字没提 这件事情 但是昨天的民主党是往死里说这个事 一会上来一个人说一会他 尤其是找了三个女的上来 分别用自己的实际的个人的经历 其中有一个很惨 12岁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被他爸爸给强暴了 怀孕了 12岁了 怀孕了 他说要现在 搁现在 他当年他12岁 他现在当时已经成年了 他说现在要搁现在他不能堕胎了 他所在的那个州 不管是乱断还是强暴都不能堕胎了 还有一个女的讲了自己 就生命垂危了 对 因为流产被拒绝堕胎 被拒绝堕胎什么 就讲这种故事 然后从这个喜莱利克林顿讲的所谓女人的捍卫的这个权利 包括 Andy Bashir Andy Bashir 本来要成为副总统的 他是肯塔吉州的州长 他上来也讲 他是一个肯塔吉州这么一个共和党的州 这么红的一个州的一个州长 他是靠什么当上的州长 他其中之一就是捍卫女性堕胎的权利 就说明在这么一个保守的州 还有多数的人是认为应该保留女性的权利 他才能当上 所以挑选他上去也是非常有刻意的这么一个安排 当然还有乔治亚州的那个黑人叫做Raphael Warner还记得吧 他拿下了参议员的席位啊 就是因为他和另外的那个纪录片的导演两人导致民主党 他守住了参议院呢 他上台也讲 他说我妈妈 我爸爸 82岁的时候 他还在给人家摘棉花呢 就是他爸爸还是奴隶呢 恨不得是这程度啊 他只是第一代不是奴隶的人啊 也是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现状 对 他说他爸爸原来是摘棉花的这个奴隶的手 现在投票给他的儿子 最小的儿子 让他当选这个联邦的参议员什么的 所以你看第一天文化问题 其实从这个美国大选当中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 确实是是鼓励双方啊 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呢 他们在文化问题上的认同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经济问题固然是民生 最希望解决的问题 都希望这个自己支持的这个党派啊 能够有更好的经济政策 但是文化问题也是不容忽视 就是很多的这个选民啊 就是为了某一些文化方面的议题 意识形态方面的之争 他去投票去的 所以非常 你看那个共和党的第一天的代表大会上 实际上呢 当时要打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尤其他们要打的是叫做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对民众造成多大的影响 人们的生活水平倒退了等等 这个要怪罪在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的身上 结果没有想到迎来最大掌声的是那些人 批评叫做跨性别人士和同性恋的 因为在前不久的时候 这个拜登总统宣布2024年叫做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 刚好是和 据说是和那个复活节是冲突的 所以呢这个对基督徒来说 这简直是恨不得是是一种侮辱啊 所以他们认为说 一方面是我们是很神圣的这个复活日 结果你宣布是跨性别的这个事情 尽管那个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但是问题在第一天的共和党大会当中 好多人都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抨击 感谢观看